男人只是不经意地看了一眼 就立刻猜到找上自己的人是什么来历 来人并没有否认 二话不说就要求男人上车跟他们走 吃软不吃硬的杰克这才满意地坐上车 没过多久 他就被带到国家动物园林长类动物展示区后的一个小房间中 而议员拉沃伊也早早地等在这里 原来就在几天前 杰克和奥唐纳设计逮捕了议员拉沃伊的立法主任 并从他口中得知拉沃伊收受贿赂 非法帮助新时代公司推进导弹开发进度的消息 可不料这批原本为政府生产的导弹 却被新时代的安全总监兰斯顿暗向操作 悄悄运出卖给了恐怖分子 拉沃伊察觉到项目发展已经脱离他的控制 于是便想找杰克除掉那些坏人 为了让杰克放心动手 他还承诺会帮忙善后 于是杰克一路顺腾摸瓜 终于在运营总监伯恩斯的帮助下引出兰斯顿 只可惜在最后关头 他还是眼睁睁看着老头被直升机救走 而一路帮助他们查案的光头警察也不幸遇害 杰克得知消息 立刻马不停提语队友会合 他知道兰斯顿能找到拉索 必然是警局内部出现了内鬼 为了确保伯恩斯母女的安全 他让狄克森和奥唐奈把他们送出了纽约城 而同一时间 自己则和内格力来到拉索的上司家门外 看到门口停着的车 内格力推测对方大概率还在家里 于是杰克让他在外面盯着 自己则进去找上司对峙 果然刚进门 就看到对方正在收拾行李准备跑步 上司下意识看向捉脚的枪 老头瞬间怂了 只能老老实实承认是自己通风报信 但是他也没有想到兰斯顿会杀人灭口 然而杰克并没有马上干掉上司 而是给了他两个选择 要么主动报警自首 要么告诉他些有用的 但上司愣是选了一条最不明智的路 既然如此杰克也不再废话 直接逼他说出兰斯顿和A.M.的交易信息 可没想到上司嘴硬得很 坚持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杰克健壮仪的大脚踹了上去 原来兰斯顿只是顾他盯着拉索 并没有告诉他小翅膀项目的任何信息 而格兰特就是昨晚被内格力撞飞的杀手 没想到他这么难杀 不但苟住了一条性命 还被送进医院好吃好喝的照顾着 杰克听闻便松开了脚 打算去找这个害死拉索的男人好好聊聊 然而他就这样放过了上司吗 当然不可能 接着他和内格力乔装打扮来到医院 大摇大摆地骗过值班警察 刚走进病房 就二话不说先来个锁猴 可面对杰克的问题 男人同样嘴硬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眼看格兰特如此游言不尽 杰克只能略施一点手段 只见他看了一眼床头的尿袋 便顿时想到一个损招 内格力立刻心领神会 拆下心电监护仪装到自己身上 短暂的脉动异常并没有引起医生怀疑 这时杰克已经拿起一支针管 开始科普挡尿管的工作原理 然后杰克对准倒尿管 就开始往里面注入空气 男人顿时疼的撕心裂肺 格兰特这才供出兰斯顿 将在明天早上五点和买家见面 然而他并不知道交易地点 眼看男人还有所保留 杰克和内格力对视一眼 决定再下点猛料 看出男人没有说谎 杰克也不打算继续为难 不过为他安排了更好的归宿 因为对杰克来说 送他去见拉索就是最好的结局 然而就在二人准备离开医院时 迎练走来的胡子男引起了他们注意 因为男人明明穿着医生的工作服 听诊器上却挂着护士才用的纸胶带 显然胡子男也认出了他们 转身拔腿就跑 可送上门的报信童子怎么能放过 二人连忙就追了上去 可在跑了七七八十九个拐角后 还是跟丢了男人踪影 杰克知道这个卡拉米肯定躲在某个角落 于是示意二人分头寻找 可就在内格力小心翼翼走进一个房间时 躲在门后的卡拉米却不讲伍德搞起了偷袭 幸好内格力随身带着一根拐杖防身 这才和胡子男的角膜击打得有来有回 这时走廊上的杰克听到打斗声 于是立刻前去支援 而这边的内格力又是一个飞脚踢开卡拉米 接着随手抓起东西一通往砸 一剪刀下去 卡拉米顿时怒了 拼尽全力把内格力逼到了墙角 可就在他快要拿下一血之际 角膜机突然没电了 回头一看 原来是杰克拔掉了电源 很快这个卡拉米就被打懵了逼 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 而更不幸的是 他竟然被自己的角膜机抹了脖子 然而内格力却表示问题不大 因为他们可以用电话直接问问兰斯顿 于是下一秒 兰斯顿就接到了电话 没想到兰斯顿这次却相当大度 因为他已经制定了应急计划 原来在拉索死后 兰斯顿通过内应拿到了他的行车记录仪 并在里面找到他经常去的一家汽车旅馆 于是派了几个手下去碰碰运气 结果你猜怎么着 兰斯顿表示他在罗克兰县有一个研发机构 他需要杰克和伙伴们交出武器 然后老老实实待在那个地方 直到他和AM的交易完成 但杰克还是留了个心眼 他谎称同伴内格力已经被胡子难打了 所以现在只剩自己一人而已 最后在杰克的忽悠下 二人约定在晚上见 然而内格力认为这根本骗不了兰斯顿 以他当了三十年黑警的经验 马上就能通过内应得知真相 杰克也深知这点 不过至少他们可以争取一点时间 紧接着他就给议员拉沃伊打去了电话 要求兑现先前的承诺 到了晚上 杰克和内格力按照约定来到基地外 不过他们并没有马上进去 而是先仔细勘察周边防御 但他们很快就发现 这座基地不但到处都是摄像头 而且围栏还带着电 所以从外部攻破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杰克单枪匹马进去救人 然而内格力却并不赞成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 兰斯顿这个疯子会做些什么 杰克并没有回答 只是缓缓从通讯路上抽下一个别针 做完最后的准备 杰克便一无反顾走进了研究基地 看到眼前这个千方百计想杀了自己的老灯 以及被折磨到变体鳞伤的挚友 他压抑已久的愤怒即将呼之欲出 而随着基地大门缓缓关闭 二人的终极对决也就此开始 感谢观看